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刚才说的是 括号一的事 大家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说的是括号一 是这个 就是一般大使人购进货物 购进这些服务 我们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括号二 大家看一下啊 看 看 第括号二他说的是 货物等已经验收入库 但是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 怎么办 就是东西已经进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取得扣税凭证 但是本着账时相辅的原则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三估啊 因为我没有扣税凭证 其实就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我就不知道入账写多少钱 但是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为了达到能够账时相辅 我们能下班 我们能出报表 我们要三估 三估的事情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对吧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他说企业购进的货物等 已经到达并且入库了 但是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证 并未付款的 应该在月末 按照货物的清单 或者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 暂估入账 不需要将增值税的进向 是有暂估 就是增值税 你比如说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进向 什么贷应交税费 应交赚税消向 这些都是你跟税务局的关系 你跟税务局的事 千万别给我暂估啊 你跟税务局的事 丁是丁毛是毛 绝对不允许估 所以了解一下 下月初呢 用红字在冲销原来暂估的 入账金额 就是你货物的暂估金额 等到取得了 相关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并经过认证之后 按照应该记录到 相关成本费用啊 或者应该记录到 资产的这个金额 正常作账就行了 就你什么时候 得到了专用发票 你该怎么作账 怎么作账 你该进成本 进成本 比如说你是一个 一般纳税员 但你没有取得专用发票 那你就只能把支付的 增值税进到你的 原材料成本里面去了 或者你就是 你要是小规模的话 你根本也不能抵 那你都得进成本 对吧 所以你看 等到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 经过认证之后 按照应该记录到 相关成本啊 费用啊 或者进入到资产的金额 正常做账务处理 就该怎么做 怎么做就OK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速记图 说货到了单位到 货到单位到 你都不知道多少钱 单位到吗 就是连增值税 账票或者普通发票 都没有收到 你都不知道多少钱 所以这时候只能就 货物来暂沽 你看 月末先暂沽 下月月初冲回 下月初冲销 然后再一般处理 一般处理就正常处理 了解一下就行了 你看又来这样的题目了 原来我们都已经 讲过这种事了 你还记得 我们从前在哪讲过吗 就在讲第三章 流动资产 讲存货呢 我们就讲过 说每道资产负债表日啊 这个东西 这个货进来了 但是票没有得到 我们是不是暂沽 当时我们也讲过例题的 对吧 再来说一遍吧 你看 例题5-27 乘5-26 他说2020年6月30号 6月30号是资产负债表日的吧 那天你是要对账的 你是要出报表的 他说 假公司购进原材料一批 已经验收入库了 但是尚未收到增值税的扣税凭证 就是增值税的发票 没有收到 那么款项呢 也没有支付 随货同行的材料清单 列明的原材料的销售价格呢 为26万 假公司应该编制什么样的会计分路 很简单 既然你按照这个材料清单 列明出来26万 但是他并不是发票上写的 就是我们看清单 或看合同上是26万 你赞估呗 那你怎么赞估啊 你就应该是借原材料 然后是贷 因为你还没给人家钱嘛 贷的是应付账款 所以看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26万 但是 这个是你的6月30号 但是你7月1号呢 7月1号就转过天来 你是要做冲销的 那么冲销大家看一下 下月初用红字来冲销 原来赞估入账 因为你毕竟是瞎估的嘛 所以写的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金额这 我们是拿这个框上 或者是金额拿红色笔写就行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 借原材料 带应付账款 一模一样 你看都是26万吧 只不过这来个框 来个框 或者拿红色写 就比较冲销了 那好 接着再看 7月10号 我们就取得了相关增值税的 这种发票 著名的价款 果然是26万 增值税的税额呢 是33800 你看33800是多少啊 一般来讲 货物都是13%的 所以你看 26万乘以13% 等于33800 果然是 然后增值税的发票 以及认证 全部的款项 拿银行存款支付 假公司应该怎么编制 快递分路啊 那就是借 借原材料 借应付账费 看借原材料 借应交税费 应交账账费 尽项是个贷 银行存款 这不就是复习吗 这不就是复习 我们前面第三章 存货的内容吗 只不过现在站在这儿 讲解 负债里面 应交税费 它的这个核算吗 一点都不难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 它说下列各项当中 不应该记入存货成本的 你看看 这不就是存货吗 我们真正讲存货 在哪讲的 对 是在第三章 第四节 讲的存货 对吧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 不应该记入到存货成本的 是谁呢 他说了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进口原材料支付的关税 这个关税啊 大家在经济法基础里面 肯定会学到 只要你从国外买 进口环节的关税 都是要进到 你买的这个东西的身上去 进成本 比如说你买的计算器 交的进口环节的关税 是要进到你 所有计算机的成本里面去的 你看 一般纳税人 进口原材料支付的关税 是进成本的 那么进成本 你买的是什么 就继成 就继到谁的身上去 你买的是存货 那自然就要进到存货的成本 所以你看 不应该记入存货成本的 A应该记入 应该进成本 关税是要进成本的 它跟进口环节增值税是必样啊 进口环节关税 先交 交完关税以后 再交进口环节增值税 甚至还有一些 要交进口环节消费税 再来看 一般纳税人 购进原材料 支付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著名的增值税 哦 你既然是一般纳税人 你买的原材料 你支付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著名的增值税 那这个可以抵扣啊 一般纳税人取得专票 可以抵扣啊 那你能抵扣 你就要第二行写 应交税费 应交当税进口税费 就不要进成本了 就不要进存货成本了 所以题目问的是 不应该进入到存货成本的 B就不应该进入 你看单项选择题 那么我就知道 这要是选B 再来看 C 小规模纳税人 购计原材料支付的增值税 您记住了 小规模纳税人 它在往税务局交的时候 它是用的简易计税方法 就直接你的销售额 不含增税的销售额 乘以征收率就完了 所以 既然你本来成的就征收率 不是5% 就3%的 都很低了 那么这时候不允许你 抵减进行 既然不允许你提前进行 你在支付 买东西的时候 你在支付进行 你也别给我单独劣势 别给我单独确认 你单独确认了 也抵不了 怎么办呢 就把增值税 进到你买的这个东西的成本里面去 你就直接借原材料 100万加13万 所以借原材料 113万 你看人一般纳税人呢 是借原材料100万 第二行 应交税备 应交购计算是有13万 不一样 因为一般纳税人 人家将来卖的时候 是乘以税率算肖像 允许减这个进行 你小规模纳税人 你乘以的是征收率 所以你本来就够低的了 征收率很低嘛 所以这时候就不让减了 就不让减了 所以就是大家看一下 小规模纳税人 购进原材料支付的增值税 它是进成本 进存货成本 进成本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选项 说的是一般纳税人 进口应税消费品 支付的消费税 比如说 这是一个上海的外贸企业 然后从美国进口了 很多石墨地板 然后它需要在中国海关 这先交进口环节的关税 然后再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再交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如果这个外贸公司呢 它本身是一个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我们说了 它的这个进项税额 它肯定要单独确认的 不能进成本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关税是一定要进成本的 那么它在海关那 交进口环节的消费税呢 消费税一般来讲 也是进成本的 也是进成本的 所以我只是说 一般来讲它要进成本 你看啊 我们交给海关的 一般大学人进口 应税消费品 支付给海关的消费税 是要进成本的 但是又有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就是如果 它从外头买进来的 应税消费品连续加工 然后将来在中国再卖的时候 它肯定卖的更贵嘛 那么这时候 它肯定还有一个 再交消费税的义务 那原来 它支付给海关的消费税 是允许做扣除的 但那是特殊情况 正常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说 它继续连续加工 我们只是说 一般大学人进口了 应税消费品 然后支付给海关的消费税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消费税嘛 它本身就是单一环节交税 在海关上交完就完了 所以我们交给海关多少钱 就进到我们的 石墓地板的身上多少钱 就借库存商品多少钱 就OK了 所以它是进成本的 题目问的是 不应该寄入存货成本的 只有谁 只有B是不应该进的 那么A C D 就都应该进成本了 所以您看一下选B吧 一般大学人购进原材料 支付的增值税 中央发票 著名的增值税 进入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和科目的借方 不进入到存货的成本 那么关于递选项 大家也别过多的纠结 我们没有提到 说外购的用于连续加工 那就假设 它并没有连续加工 只是购进 然后本着 它是单一环节的 这种情况 所以它不会再交了 那么交出去这笔钱 就直接进到 这个石墓地板的身上 就OK了 所以就进成本 好了 这要继选的是B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 进向税额说完了吧 就是进向税额我们买 比如说买人材料 或者是什么 买人家的服务等等 比如说交通运输服务 然后我们还提到了一个 说东西到了 但是我们票没到 我们也没有给人付钱 怎么暂沽 讲完了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 跟进向税额有关系的 就是进向税额的转出问题 大家给我看 说企业已经单独确认了 进向税额的购进货物 单独确认 什么叫单独确认 就是你已经借应交税费 应交赃税进向税额了 这叫单独确认 还有单独确认了 加工修理修配 老务啊或者服务啊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但其事后改变了用途 还是我刚才说的 您当时买白糖 是以为作为原材料 做蛋糕的 然后将来把蛋糕卖出去 但是没成想 你就把这些白糖 给员工发了福利了 这不就表示 您事后改变用途了吗 比如说用在哪了呢 用于减易计税方法的 计税项目 用于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和用于非增值税的 应税项目等等 好 那么什么叫做 减易计税方法呢 这个有点说来话长了啊 我估计您在经济法基础里面 应该也学到了 我给您随便举个例子 您来感受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国家呢 增值税的类型 从2009年的1月1号之前 我们就说从有增值税制度 1994年1月1号 一直到2009年1月1号之前 我们都是生产型增值税 这个真的说来话长 生产型增值税 那么从2009年的1月1号 函这天开始 我们就会变成消费型增值税 好吗 这么多行呢 有生产型增值税 还有一种叫收入型增值税 还有一种叫做消费型增值税 一共就三大类 因为我前面讲过 增值税 它是形成一种税收制度的 全世界都在用的 所以它是一门科学嘛 那人家有三种类型 咱们国家呢 从1994年 就是从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引进 那种试点 试到了1994年1月1号 就正式给了增值税的 一个立足之地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从1994年的1月1号 一直到2008年的12月31号吧 就2008年的12月31号 就这期间 我们都是生产型增值税 所谓的生产型增值税 就是什么 这个企业买进来的设备 比如说你是一个 矿泉水生产企业 买进来的设备 生产矿泉水 那个设备是1000万买的 那么带进来 比如说啊 当时的税率是17%的 现在是13%的 比如说就按现在说 您是支付了1000万的设备钱 又支付了130万的进销 按照当时的政策 生产型增值税下 根本不让你去抵那130万的进销 那你就直接借固定资产 1000万加上130万 1130万 这是那个时候政策 但是2008年 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就会造成我们国内生产企业 做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了 出口一下的时候 左右美国人没钱了 全世界也没钱了 那么这时候国务院着急 就会找到这些生产型企业 说你们好好生产 生产出更好的东西 那么说这个设备不行就更新换代 买点好设备 那么很多企业家就说了 买不起设备 好家伙买个设备 1000万 除了交付这1000万 还得给人家一个130万增值税 然后呢 你还不让抵这130万 当时的总理 一拍桌子 行 咱们国家正好迎着这种 这个金融危机的这种端口 我们正好就改革增值税吧 咱就把生产型增值税 就变成了消费型增值税 所以从转天开始 2009年1月1号开始 只要你这个企业 为了搞生产 搞经营 买进来的设备 买进来设备 那时候是不包括什么摩托车 汽车 游艇啊 不包括这个设备 我们都是允许你抵靠金箱了 那么同样买 就是买同样东西 你就是这回记账是 借固定资产1000万 第二行 应交税配 应交赃税 金箱是130万 然后带一方总管 你看 这时候企业家们就开始欢呼 雀跃了 行行行 那我们就有积极性 我们去买设备了 那好 正因为有这样的增值税的历史背景 那么此时 什么叫做减一期税方法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 这个某一个企业 F公司吧 它是在哪个期间买的呢 它是在2007年的9月9号买的 您看 它2007年 是不是在2009年的 这个这个1月1号之前啊 它在这个端口买的 说明它当时买设备的时候 是属于生产性增值税 它花了1000万 当时承担了130万的迹象吧 全都搁到了固定资产账户里面去了 其实当时的税率是17啊 但是我们不说当时的税率了 容易让大家混 所以就用现在的税率 所以它当时就是把1130万 都搁到了固定资产里面去了 那就说明 它要是买的晚一点 比如说你在过两年 过一年半再买 你也就进入到了消费性增值税了 对吧 那就说明 这个区间里能买的 这些人都比较命苦 买完以后也不能抵扣 那么国家呢 也是为了寻求一种过渡 一种相应的公平 就说了 如果你这个企业 把2007年9月9号买的那个设备 又给它卖出去了 你看 你又把它卖出去了 不就又流通又转让了吗 就又有义务给国家去 将一个增税了吧 但是在这时候 我们允许你用检易方法 虽然你是一个一般大事人 但是此时可以用检易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 如用检易计税方法计税 什么叫检易啊 比如说它原来是1000万买的 把130万也进到了 它在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了 现在卖了300万 因为二手了嘛 肯定就卖了300万 那么这时候 它应该怎么给国家去交增税呢 我们是300万除以1加3% 再减按2% 这个您应该是学过吧 在那个经济法基础里面 现在是你卖了300万 其实是零售价嘛 那好 我们就拿着300万去除以1.03 您看这个3%就是征收率嘛 所以一般大学用检易的时候 就是用征收率 你相当于里面含着一个3%嘛 然后相当于是除以1.03 然后再来乘以2% 给国家交多少钱呢 给国家交5.825 就相当于是5.83 5万多块钱的增值税 你看啊 这就相当于 如果你看啊 就相当于是你当时买的时候 状态不好 当时是属于生产性增值税 你没有占到便宜 现在你如今把它卖了 卖了300万的话 你是需要给国家交5万多块钱的 早上睡的 说明你是一般大学用选择了解决计税方法 那跟我们这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当时我们把这个设备卖掉的时候啊 买方非常牛 买方说了 我告诉你 你得掏运费 运到我们企业 我才买 要不我也不买 那么我们想 急于把它卖出去 说行 我给你运过去吧 那你运过去 你就肯定要找车 我们自己又没有车 人家说了 行 我给你运过去吧 你给我 你给我来这个 两万块钱 我就给你运过去 但是人家都是大买卖人啊 说的两万也好 说的一千万也好 都是不含增计税的 所以我们就说 行 我给你两万 然后呢 我再给你一个 两万 乘以 百分之九的增计税 为什么是乘以九啊 我们说到说过 这个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和这个基础电信服务 就是百分之九的税率嘛 对吧 所以相当于是 我们给人家两万块钱运费 我们还得给人家一个 两万块钱 乘以百分之九 就是一千八百块钱 一千八百元的增计税 好了 现在问题就出案在这儿了 想当初呢 我们 就是用人家的车嘛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为了卖东西啊 为了卖东西 那么这个运费 是不能往你的东西身上去寄的 你要买东西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固定资产呀 无形资产呀 存货呀 我们买进来 为了买它所支付的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都要进到这个东西的身上去 这要进成本 但你现在是卖东西 你设备就离开你们企业了 你不能再往这个设备身上去寄了 它已经被转销掉了 转销走了 那么这时候 凡是为了卖东西 所产生的费用 我们通通都是通过销售费用 来核酸的 就是反正就是不进成本 进期间费用就完了 那么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你两万块钱是 借销售费用 两万块钱好解决 但是增值税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一般大税员 我本身是一般大税员 我就想把这一千八百块钱 借应交税费 应交账税金项错了 如果你当时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要做进项税额转出了 知道为什么要转出吗 是因为你掏的这个运费 为的这件事本身 这个事本身就是卖 二手设备这个本身 你用的是减一级税方法 既然你卖二手设备 用的都是减一级税方法 给国家本来就没交多少钱的增值税 所以你已经让你减按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三 加税分离减按百分之二了 国家没收你多少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你这个承担的运费的进项税额 根本不让抵 说如果你抵了怎么办 你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你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所以这时候我说增值税 它真的是太深奥了 它就已经就是可以挖地三尺了 所以很多内容你需要 需要它原理 所以在这就说了 你看企业已经单独确认进项税额 比如说我勾进的是什么 我勾进的是服务 对吧 我已经确认了借硬胶税费 硬胶脏税进项一千八 然后后面说了 但其事后改变用途了 比如说用于什么 用于拉这个了 用于拉这个 用于减易减税方法的减税项目 原来我是说 我原来我雇的这个车 你给我运白糖 对吧 你给我运白糖 白糖是我的原材料 它肯定我运白糖的运费 所带进来进项税都能抵 但现在同样这辆车 它不给我运白糖了 它给我运这件事 给我运这个事 那好用这个事 不能抵进项了 如果已经抵怎么办 要做进项的时候转出 这是我们说的 如用于减易减税方法 减税项目 还有用于免征赠日税的项目 这个免征倒好理解了 比如说 您在学赠日税攒行条例的时候 里面讲 哪些是免的呢 比如说避孕药品和用具 现在我是一个药厂 你看我现在是一个药厂 然后呢 我就开始买很多 做药的那个指甲子 就是外包装 那么我买进来以后 我就也让车给我运过来吧 那这时候 我的运费呀 我要支付给人家 当然运费是要进到 我这个原材料 或者叫进到 我这个周转材料的成本里面去的 对吧 那么赠日税呢 就看您这个药厂生产的是什么药 如果您这个药厂生产的 你说我这个药厂 我其他的药 我全都不生产了 我只生产避孕药品 那好 避孕药品一旦卖出去的时候 国家是不收一分赠日税的 它是一个免税的产品 所以正因为你卖出去 没有形成肖像 那么你在买进来的进项 通通不让底 你为了做避孕药品 所买进来的所有原材料的进项 不让底 为了把包装避孕药品的 那个包装盒 那个买进来 进项这个运费呀 或者是包装盒本身的进项 通通都不让底 通通都不让底 然后你说来呀 我当时不知道 拿这些包装盒去包装避孕药品 我以为去包装这个 这个酱压药了 然后你就抵了 抵完以后怎么办 做进项是有准处的 能明白吗 有点神奥 所以你看一下 免征增值税项目 首先你得知道 什么情况下是免征的 你要是说 我找辆车给我运 把这些指甲的给我运过来 然后这些指甲的 都用于降压药 那就都能底 但你这指甲的都用于什么 包装避孕药了 都不能底 那已经底了 就都准处备 还有什么叫做 非增值税的应税项目 这个非增值税的应税项目 就是增值税不应该交的项目 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 你外购的东西 用于集体福利 用于个人消费 我们没让你交增值税 我们没让你算肖像啊 因为肖像是由 上网事务局去交的嘛 我们没让你算啊 所以你用了这个项目 你就不能底进相 你说我当时我不知道 给员工发福利 我以为就是原材料 抵了那怎么办 转出呗 所以说就是有错就改 对吧 那就是你怎么改 你把它用进相税额 原来进相税额在借房嘛 你现在给它各道代房 所以它是专栏进相 税额转出 一定是各道代房的 来看 这是 或者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这个非正常损失 还是那句话 就是管理不善造成 如果是地震带来的损失 我们称之为叫正常损失 大家看一下 或者发生的非正常损失 原来已经进入到 进相税额 或者原来已经进入到 代抵扣进相税额 或者原来已经进入到 代认证进相税额 您别忘了 这个代抵扣进相税额 和代认证进相税额 都是二级科目 原来它代抵扣进相 代认证进相 就是还 现在不让你底 现在还没有给你认证 反正早晚都让你底了 所以它初始入账 都是入在这个二级科目的借房 都是初始在借房 借 你看比如说进相税额 也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税进相税额 那么代抵扣也是借应交税费 然后代抵扣进相税额 代认证也是借应交税费 代认证进相税额 那就认为早晚都能底了吗 早晚都是进相吗 但是没成想 现在你已经把它用于 减一击税方法了 你已经用于免税项目了 你已经用于非正常损税项目了 那你就不能再抵扣了 不能再认证了 那怎么办 那就肯定要准处备 所以大家看一下 按照现行增税制度规定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了 那么不能抵扣呢 大家跟我来看基本的账务处理 比如说我们给员工发的福利 您还记得吧 给员工发福利 正常来讲 我们应该是借库存商铁113万 然后是带银行存款113万 我们买的时候就知道给员工发福利 所以我就应该是借库存商铁 那就是100万加上13万 然后带银存 看着啊 带银存我就花了113 那如果我买的时候 我不知道给员工发福利 我买的时候 我就以为是我的原材料了 那我肯定就是借原材料100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3 然后我也是把钱都给人家了 带银存 看着啊 带银存113 看出来了吧 哎 到这为止你会发现 如果原来我不知道 我是这么写的会计分布 现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怎么办 我知道了 我就应该把它从贷房转出 带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 往哪转 往 应付职工薪酬里面去转 所以应该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当你借了应付职工薪酬以后 你会发现 他无形当中就会夸大 或者叫做就会推大 你的生产成本 或者是你的这个制造费用 还有你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就相当于你的生产成本也好 和高管也好 还有销售人员也好 他们相当于是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就往他们成本里面寄的更多 会往费用里面寄的更多 大家了解一下啊 然后如果有曾经 有借应交税费 代认证进行数额转走 有代抵扣进行数额也转走 那么还有可能用到的是什么 代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我们讲过 在这个存货清查那 我们就讲过 对吧 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存货 清查完以后盘亏了 那肯定是代原材料 然后是代应交税费 应交账入税 进行数额转出 借代处理财产损益 好 那么在这呢 大家可能稍微还是有点 糊涂在哪呢 可能是应付职工薪酬这 有点糊涂 应付职工薪酬那有点糊涂 你看原来我们说 如果买这些东西 买这些东西 领导说得花多少钱啊 人家说得花113万 那么领导可能想当初就这么写的 比如说我全都给高管了 哎别 我全都给一线工人了 看着啊 借生产成本 知道要花113万 那就是代 看着啊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113万 对吧 然后你就去买 借库存商品 113万 带银行送款 113万 然后真的如约 把这些东西给员工发下去的时候 你看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借应付职工薪酬 113 然后带库存商品 你看 是不是带库存商品 113 这就相当于是我直接 往生产成本里面 记得就是113 但是如果我第一开始 我不知道 要把这些原材料给员工发福利 那我买的时候就是这种方式 看见了吗 我买的就是这种方式 然后呢 这个老板说了 把那100万的白糖啊 就都给员工吧 老板就以为给员工发的是100万的东西了 所以给的依然也都是给一线工人了 你看 借 生产 成本 那么代方写什么呢 代方要写的是 代应付职工薪酬 看着啊 应付职工薪酬 100 那说明领导一发话 说把那些白糖就给他们吧 给一线工人吧 那就领导一发话 马上你的应付职工薪酬 负债产生 然后往生产成本里面去寄 这没毛病吧 但是你要谁不愿意的吗 事务局不愿意的呀 事务局说从外头买进来的东西 没有用于生产 只能产品 反而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了 不能抵进香 但是你已经抵了 怎么办呢 哎 此时我们就应该做进香 是有转出 但你做转出的时候很简单 你现在不是在借房吗 你从贷房给他转啊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香税额 转出13万 那么借房是什么呢 此时相当于是老板知道了 哦老板说我还得做一个 啊进香税额的转出 相当于是我还应该 我还应该给国家 多交一个增值税是吗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前面还有一笔会计分别 所以你看应该是借 生产成本 看着啊 生产成本 然后是贷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那是多少啊 13万 13万 然后这相当于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13万 啊应付职工薪酬 13万 你看此时是不是生产成本就变成了113 就跟我们刚开始买 就知道要给员工发福利 就是一样的 往生产成本里面记的都是113 然后您看应付职工薪酬 贷房是113 贷房呢 也是啊 我们有一个这个把原材料都拉走了嘛 那肯定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原材料 然后这也是一个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的应付职工薪酬 贷房是113 贷房呢 也是113 因为你原材料走了要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商品 然后带原材料 然后最后有一个金箱水额转出 看出来了吧 那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这稍微有点迷惑 就是我用 如果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我就知道给员工发福利了 那就直接把100和13都搁到你的库存商品里面 如果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我不知道给员工 那你肯定买的时候 就是这笔会计愤怒 看见了吗 然后等到说 把这些白糖都给员工吧 就是你话音一烙 是这笔会计愤怒 但税务局一不干 你就应该写出这笔会计愤怒 税务局不干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 哎呦 我肯定还得交13万块钱的增税啊 那么就应该往成本里面记13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跟 转出来这个钱 跟我们的应付职工薪酬 就对应了 就你会发现会计 学来学去就是不停 在账户之间进行更迭嘛 该交的税款 以及你往成本里面去寄的 还是往费用里面去寄的钱数 其实都没有变化 这是账户之间 不停的在进行流转 好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基本的账户处理 什么情况下会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进行税务准处 知道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有个小补充 叫做非正常损失是什么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 非正常损失 是因为管理不善 造成的货物被盗了 然后丢失了 煤烂变质了 以及因为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的货物或者不动产 被没收啊 拆除啊 等于违法建筑啊 等等 这些都叫非正常损失 你了解一下 不包括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 我们称之为要正常损失 好了 说完这个以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教材例题 好 他说利5-28乘5-26 2020年的6月份 假公司发生 进行税油转出的事项如下 10号的时候 库存材料因为管理不善 发生了火灾的损失 材料实际成本是2万块 相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它的增值税额是2,600 假公司将毁损的库存材料 作为贷处理财产损益 来入账 你看 它只要一被毁损了 我们一做清查 肯定就少了嘛 账上有 实物上已经被烧了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应该把你的原材料 从贷方 给它转走消掉 导致账时相辅用 对吧 那就应该是 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然后是贷源材料 贷应交税费 看见了吗 贷源材料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税 进行税油转出 然后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二级科目 你可以不用写 你就知道吗 贷处理财产损益里面去记 就OK了 你看这在学什么 这不就在复习我们的第三章 第四节存货 你看这不就是复习存货吗 进行税油转出 现在我们是站在第五章的角度 给您讲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和 进行税油转出 这个专栏 对吧 好再来看 18号 说领用了一批 外购源材料 用于集体福利 你看你从外头 买进来的原材料 当时都是抵着 进行税额的 你现在怎么又能把这个东西 用于集体福利 给人消费了呢 那是改变用途啊 要做进行税油转出 你看他说 该批源材料的实际成本 是6万块 相关的增税 对吧 我来看一下啊 6万块乘以13% 7800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写啊 用于集体的福利 这个千万别忘了 我们借方是借应付职工薪酬的 就是当领导化音一落 让你领用一批原材料 给员工集体福利的时候 你就马上会写 领导 你让我给谁呀 说给一线工人 那就借生产成本 说不给一线工人 给高管 那就借管理费用 就领导化音一落 你马上就应该借生产成本 或者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你要给员工一发放呢 就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会设到一个 进向税额转出的问题 所以你看一下 怎么写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应材料 代应交税备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转出 7800块 然后这是6万 或者你要写成两笔会计分路的话 那不就应该是这样了 借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是代应材料 你看 代应材料 这多少钱啊 这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然后接下来 你要做进向税额转出了 你就应该是借 代 代什么呀 你肯定是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然后是进向税额的转出 看着啊 进向税额的转出 7800块 往哪写 还是往应付职工薪酬里面去写 应付职工的薪酬 7800块 然后你的应付职工薪酬 其实前面又有会计分路 是先带的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或者借成两成本 对吧 那么 归根结底 你看借应付职工薪酬 就是6万7千8 这不吗 借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科目叫 这个职工福利费 6万7千8 你看跟我们刚才写的是一样的 进一项是有转出 对应的就是应付职工薪酬 你看 进一项是有转出 对应的就是应付职工薪酬 看见了吗 你现在是借方 其实他先有的贷方 然后往生产成本里面去 记得 所以你把这个方向给他搞 搞准了啊 是借方还是贷方 知道一下就行了 对应付职工薪酬